其實我就是回傳統教會 反而我見到一些人經歷聖靈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害怕 我覺得跟我在教會裡的教導是很不同的 但自己濕又覺得很想知道是甚麼 見到他們經歷聖靈裡面有喜樂 見到他們經歷聖靈的時候是靠著聖靈去醫病 我覺得原來我們信的神不是那麼小 是很大的 於是我也去接觸 認識 感謝神 有些牧者 有些長輩 可以讓我問到的事 慢慢慢慢我就了解多了 慢慢在聖靈裡面有牧者 這次上聖詩堂講聖靈 其實跟聖詩堂講聖靈的課程 在不同的地方走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都會看回牧者 或者一些傳統人他們說 是說聖靈裡面怎樣看 如果聖靈有講的 是這樣做的 那就不用怕了 慢慢就自己去學他們分辨 其實我經歷聖靈應該是 應該可能都有的 七八年的時候 一直自己去學習和經歷 但是我來講有什麼改變呢 我覺得對我生命最大的改變 就是我經歷的適當醫治 因為很多時候 因為我們要遙守人 我們要愛人 或者很多時候思想裡面 或者心裡面的疾悼 苦讀 其實是不知道的 我自己很多時候 誤了應該這樣做 我就會很努力地去 令到自己去遙數人 行動上面寫 寫卡 送禮物 都做的 都做的 我原諒你 但是其實我自己知道 我心裡是不原諒的 我沒有徹底原諒 對我生命的成長 是有一個限制在 當我經歷的 醫治釋放棄 討告我心裡有很多 有政府讀 有很多不遙書 有很多個罪 潛現在神的面前的時候 然後一天這樣去遙跡的時候 我發覺有一個人 我六年都遙書不到 但是我做了 剛才所說的 送禮物 說對不起 那些全部都做了 但我面對不到這個人 其實我是不是真正不遙書 但是當我做了心靈醫治釋放醫治之後 我突然間有一刻 覺得原諒他不是那麼難 於是我就不是用自己的醫治去原諒他 於是我就很容易遙書了 就可以見面做關頭 我覺得這個自由和釋放 我現在才明白 事件裡面說 是有真自由 有真自由的時候 就是看到你很不喜歡的人 但是你釋放了 原諒他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自由地回聽 首先處理了自己的生命 我就為了繼續認罪討告 神很好 神正氣 讓我用了三個半年的時間 為了家人認罪討告 雖然傳了很久 福音祈禱了很多 但在靈裡面 他這樣討告的時候 認罪的時候 我家人竟然聽到神的聲音 未信耶穌的話 其實家人 總之經過一些意外 差點要死 在臨暈倒之前 就聽到神跟他說 我在這裡 你不會有事的 之後就發覺 咦 即是 沒事 應該我覺得 神警派的使者 托著他的腳 是健康的 我覺得 一路一路去 新人主 去讚美 敬拜 用心去渴慕神 覺得神就在你前面 你就是這樣愛他 讚美敬拜的時候 我會流淚 流淚是因為 我覺得很淒涼 很慘 很多重咬 慢慢的重咬給主 現在流淚 我覺得神會愛我 神的愛感動到我 去流淚 所以 是主的愛去極勵和感動我 另外 就是當我為人代求的時候 我現在的心 去感受到 耶穌的心 是很痛的 或者那些人悔改 知罪 而我 都為他們流淚 另外 慢慢去操練熟練的恩賜 因為聖經裡面都說 其實神會按著的紀念 去分一些熟練的恩賜給人 我感激著神給了我 有一個 醫治身體 就是幫人祈禱 醫治人身體的恩賜 我試過幾次 就是有一次 有一個人 他就是 淚膳塞了 先生和爸爸過身 他都沒有哭過 後來 我就幫他 醫治吐告的時候 他竟然通了 他哭到了 他是基督徒 他敬拜 整個時候他都哭了 另外一個朋友 就是他 找到七百年醫生 因為職業的問題 他的頸骨是歪了的 針灸、看醫生 幫他拉到正確的位置 沒多久 又會歪回 於是有一次 有幾多人幫他祈禱 很奇妙 因為他很渴望 沒有辦法 一定要神辣 他很渴望 幫他祈禱的時候 竟然他在聚會裡 被醫治了八成 補回 又有一次 所以我幫一個人 在歐形腳去祈禱 我都不記得了 我怎樣祈禱 神辣很好 我都不記得了 歐形腳應該 向他的盆骨 向內還是向外祈禱 神都連問我 我就告訴神 我不知道怎樣祈禱 是向內還是向外 你真是把他的盆骨 去一個適合的位置 只是這樣祈禱 神就聽 他就不被醫治好了 有時候我幫人祈禱的時候 因為可能一路一路伸進神的時候 我就會聽到神的聲音 有一路祈禱的時候 可能他不停不停 有一種意念出來 為人討厭 那時候我感激 主要為人討厭的時候 他這樣告訴我 他說 你講到我心裏面的事 你講到我心裏面的事 有時候神又會給我經文 那我就見對方 我說神呢 就是我的意念裏面 有一些幾段經文 你寫給他 那你就每天都去讀幾段經文 我成為自己 那有時候呢 過了兩三禮拜 那些姊妹回來 我聽的時候 你的經文真的幫到他 去救過那個案 所以他的生命是很豐富 那些好喜樂 還有經驗是神多 跟聖靈同工 我覺得自己是很幸福的 可以跟一個這麼偉大的神 那些聖靈一輩子去做事 他給我有機會跟他一起做 所以是很開心的 還有在工作上面 一都是這樣的 有時候 在那裡想辦法 每天要做事的時候 神跟我一起做的 那天我呢 神也跟我一起的 那有時候 我好像聖靜 神又會給了一些意念 那我就跟他一起做 某些不同 不過現在呢 其實工作也很繁盛 不過我心裡面 但不要緊 神會幫我 那我就會覺得很輕鬆 以前呢 我就會看呢 我前面的工作 就好像很多座的山 在我前面 我看到那些山 我就覺得很煩 很重 但是今天呢 我就自己呢 在思想裡面 我就會把未不適的東西 在我身後面 那到今天 我要處理兩座山 就是每座山 就逐次的不適的出來 在我身上處理 那有些處理不到 我又趕回去後面 過幾天 祈禱 那就加入主神 又會慢慢慢慢 拿我去處理 所以我覺得 聖經裡面說 一無掛淚 但是藉著 祈禱 祈禱和祈禱 祈禱 將我們所要的告訴神 神就會給我們 卒人意外平安 這是真的 因為有一次 我這樣祈禱之後 我都糊盡 於是呢 我就聽到神跟我講 是因為 我沒有交託 神就說 沒有交託 當你將事情交給神的時候 你不要再想 再想 就其實還沒有交託 我就不想 就交給神 就只是禱告 我自己都是經經拜的 首先是我自己 被神的歌曲感動 當我去大敬拜 現在有聖靈充滿的時候 我在教會裡面 有些弟子會 他們都會流淚 他們覺得 帶出來的敬拜 他們是感動的 我相信 在大敬拜的時候 帶出神的同在 聖靈在他們的心靈裡面 親自去做工作 雖然他們不太懂得說 他們都不知道 不知為何那麼感動 總之 在大敬拜的時候 我就很投入到敬拜 很親人到主 他們說 當我戴敬拜的時候 覺得跟神很接近 親人到神 作為一個敬拜的人 我常常提醒自己 我不是要人去欣賞我的琴敬 或者我唱歌 而是要將人 帶到神的面前 有一個面對面的親人去敬拜 所以 我又見到人經理聖靈的時候 我又很開心 讚美敬拜 有時會令我有能力 另外 我又試過 全身都很滾 像著火一樣 被燃燒 在燃燒裡面 例如我現在說的時候 其實我也很生氣 我覺得神的靈 充滿的時候 我就是這樣 被燃燒 和復興生命 所以很喜歡親人 謝謝 將會有關給大家